鹹酥雞下鍋炸得香噴噴 半夜肚子餓炸物鹹酥雞狂吃宵夜 但小朋友吃宵夜恐怕踩到地雷 周末可能大家会一起 就是吃个点个鹹酥雞之类的 喝个小饮料 沙拉还是鹹酥雞 家长带孩子吃宵夜很耍水 但吃多恐怕影响升高 有研究指出儿童吃宵夜有三大后果 容易肥胖 胃食道逆流 隔天早餐胃口不佳 影响白天学习力 此外小孩吃宵夜血糖飙高 也会干扰夜间生长激素的分泌量 恐怕容易长不高 吃了很多宵夜 那血糖高起来 那生长激素也会受到压抑 比较长不高 会比较属于那个矮矮回胖型的这种人 医师说如果真的很想吃宵夜 睡前两三个小时赶快吃完 可以的话尽量别碰 以五到六岁孩童为例 平均身高110公分 体重20公斤 长期吃宵夜 体重恐怕飙到35公斤 变成矮胖身形 看到生长曲线呢 那有时候都超过97百分位了 很过度肥胖的人呢 常常呢 那个身高呢 都不如预期 睡前吃宵夜肠胃不好 严重可会长不高 提醒家长 美食得早点吃 要是影响孩子成长 后悔莫及 记得今天中午晨山山高雄 代访报道